吉安湘境内很多街道因为林靠农田显得很狭窄 对此吉安湘公所去年就编列了200万元的经费预算 要进行排水沟道路加宽改善工程 25号上午香港游淑珍在吉安村长田秀奉陪同之下 前往视察了中央路吉昌二街口完工之后的道路工程 对于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也给予肯定 吉安湘有多条东西向往中央路的街道 不过这些街道因为林靠农田显得狭窄 导致车辆汇车时相当不方便 湘公所每年编列200万箱预算来进行排水沟改善 再不影响农田灌溉及排水下进行施工 25号上午香港游淑珍在吉安村长田秀奉陪同之下 前往视察中央路吉昌二街口竣工后的排水道路加宽工程 在面临小的巷道旁边 当我们把水沟盖做好 把里面的所有的排水建构完成之后 它就是共同使用的路面 完善顺利排水的排水沟 能够兼具跟路面来做结合 把路面加宽 让大家在行驶的路线 甚至于是巷弄小道里面的汇车可以更加的圆满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跟农田水利会作为一个良善的建议 同时也谢谢我们县政府给我们很多 亦助支持地方建设的经费跟力量 我们相信多管齐下希望能够完整 工程完成之后 车辆汇车选得更安全 吉安村长田秀奉表达感谢 也希望一些路口可以增设红绿灯耗置 让用路人行得更安全 因为我们机场二阶到花莲市去上班的人 非常的多 这里经常发生重大死亡的车祸 那在这里呢 尽快的希望就是说 我们现在那个交通队能够把这个红绿灯 帮我装设完成 让我们吉安村的村民 在这里进出的都能够有更安全的 那个道路 安全的回到家里 厢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村有许多街道市井林龙田 厢公所会针对各村长林长提报的状况 来进行最妥善的优化工程建设 姐 刘明圣既然想报道